这边小学他们比较神奇 就是他们小学生一天只要上两个小时的课 然后其他时间就不用上课回家了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钟 来修个绝活 这个是我教的 这跳绳是我教的 球是他教的 给大家看看墙后面的一个地方 我想在这里做一个足球场 我跟地主就是商量过的 他说这地方不能建球场 他这里的话原来是计划 他要在这里修一个医院 但是现在没有投资人 这边两个大哥现在正在空地上干活 他们会把这个土全部填平 在这边到时候种点什么花花草草 现在早上八点钟 我上学校的天台给你们拍一下 这个地方平时学生是不能上去的 有严格规定 看看这个学校楼顶周边的环境 那边是村里的学生 这些山里的孩子他们上学的话 是没有这种房间的 他们之前是帐篷 这小半年咱们把这地方 改造的也差不多了 现在他们来上课了 朋友们现在是早上啊 这边他们在出早操 我刚才看了一圈 就是这边学生他很多人穿了那鞋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马上冬天了 这个小家伙他穿了一双拖鞋啊 他的鞋都破了 这也是 咱们看看这个小弟弟这个鞋啊 直接成了开口笑了 这小男孩的鞋也破了 兄弟们看看啊 大家看一下他们鞋都破了 这个小弟弟大家看一下啊 他的鞋这个地方 这地方都开口了 你看 这地方都开口了 小弟弟家还有鞋吗 没有 没有鞋是吧 这是唯一一双啊 看一下很多 你看这边也是 十个学生里面大概有四五个吧 这边也是破鞋 他的鞋也破洞了 非常多啊 像他们穿这种凉鞋一般是家里确实没有鞋是吧 对 不然的话现在这么冷 像这边人如果说他家里条件不好 一般都买不起鞋 四个人里面有一双破洞鞋 大家看我旁边这个小老弟的啊 来来来没事没事 不用害羞 不用害羞 大家看一下他这个鞋都已经破成这个样子了 大家看一下 连袜子都破洞了啊 朋友们就是早上在这个操场看了一圈 这几天看了很多次了啊 就是这边学生很多人 连最基本的一双鞋都没有 学校现在有多少个学生 早上他说个多少 400个 大概有多少个男还是多少个女儿 230个男的170个女的 确定是400还是400多 410个 410双鞋是吧 这些鞋的话尺码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需要这个校长把这个鞋 给他们分配一下 因为马上要冬天了 你看这个学生还穿着一双拖鞋 刚好早上看这个学生们出操啊 他们基本上没有新鞋子 全部穿破鞋子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学生的班级里面 大家看一下 就是很多小孩他们这个鞋啊都是比较破的 有很多人穿的这个拖鞋啊 因为家里条件确实不好 拖鞋很便宜啊 像这个小弟弟他们穿的这个鞋子的话啊 在这边买二手的大概是两块到三块钱左右的 很多孩子他属于一双自己的这个运动鞋都没有啊 就是你看这个小小朋友啊 他的这个皮鞋 兄弟们你们自己看一下啊这个底的话都已经破了 他这个腿怎么了 都没有袜子嘛 过来一下小弟弟 来我们看一下他这个鞋子 看一下啊来坐在输入腿上 大家看一下他这个鞋子他这个全部破洞了 不光是没有鞋穿 就是很多人他连那个袜子都买不起 我们要不先回那个办公室吧 回办公室商量一下这个事 这种鞋刚才是校长拿给我的 如果说我们要给学生买的话 买这种普通的这个运动鞋就可以了 是不是 嗯 他说这个地方就是灰比较多 然后这个很结实 很结实啊 就是比较耐穿 大概多少钱一个这种鞋子 就是多少阿尼 120 120就10块钱人民币左右 嗯 我们想买这个410床 但是不知道这个学生的尺码是多少 就是校长应该知道吧 就是10到30 然后按照这个尺寸来买 对 10到10是多少 就是稍微往大着买 嗯 就稍微往大着买 因为这种鞋它很结实 两三年都没问题 两三年都没问题 行 那我们就把这个事给校长答应了 我们明天去采购鞋子 朋友们现在来到了一个阿富汗当地的一个批发市场 这边全部都是批发鞋子的 我们需要订购大概是410双鞋 我们目前挑中的这款款式是这种交底的这个布鞋 然后呢 科大初步的谈好了价格 就是昨天大概是喊价是170 然后砍到了140对吧 我们现在需要410双 那我们把这个地址 然后是多少钱 你告诉我 在校长的这个单子上呢 就是写着学生的那个比如说小尺寸的是多少个人 大尺寸的这个孩子是多大的鞋 然后一些孩子的一个尺码在这个单子上 然后一共是多少钱 410×140是吧 57400给我们包送吧你跟他说 他说你给钱什么地方我送 他运到学校要多少钱 我算一下 那我们最后谈好了这个价格是58对吧 包括运费在里面 我现在把这个钱给他 这里一共是5万数一下 OK了吧 OK了 那我们把那个地址写给他 好了朋友们 现在我们这个订单呢 就已经完全下好了 410双鞋 花了5万8 挺多的 我具体没算了 然后这个订单的话 他会在第一时间给我发到学校 我们在这个地方 等待他装好车之后呢 然后第一时间返回学校 行是吧 好